11月18号是国际移民日 花莲县农民服务处 特别选在17号前夕 举办新住民生活适应辅导 以及幸福家庭表扬活动 花莲市公所也席开十桌 邀请农民长者以及新住民荣卷 提前冬暖围炉 欢庆移民日 11月18日是国际移民日 花莲县农民服务处 特别选在17号前夕 举办新住民生活适应辅导 及幸福家庭表扬活动 特别邀请到花莲县 新住民家庭中心督导吴婉林 为大家介绍新住民福利资源之外 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 也到场主讲金融教育 透过影片让荣民及新住民荣卷 了解远离保险争议 而活动中也颁奖表扬 六对新住民幸福家庭 那主要目的就是说 让这些新住民配偶 他能够减少文化的差异 同时他能够增进 这个生活的适应 那今年因为新冠病情的影响 造成很多新住民 没办法回到他原属国 那我们也借由这个活动 让他能够备赶 这个国家对他的照顾之意 那希望说年年 我们在市政府的协助之下 能办这个活动 那么感受这个温情 那今天还不错 今天包含我们有一些赞助 他们有一些问卷 我们有礼卷的发放 还有纪念笔的发放 我相信他们一定有一个美好愉悦的上午 那花莲市公所站在协办立场 我们也全力在支援 这些新移民新住民的一个家庭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有一些 回馈的一些问卷的部分 也可以做给我们花莲市公所 做服务新住民新移民的一个参考资料 那也希望如果说我们新住民家庭 或新移民家庭 有遇到任何的困难的部分 我们都愿意来为大家来做相关的协助 那再次要谢谢周处长 还有我们所有我们中福处的每一位好朋友 我们会继续为每一位乡亲朋友们继续打拼 花莲市公所也席开十桌 邀请榮民张哲及新住民荣卷提前冬暖围炉 市长威嘉贤也协同车楼客长萧子卫 到场向所有人一一问候 其中民国11年出生的杜谦宇已经是百岁人瑞 他也在妻子的陪同之下到场围炉 市长威嘉贤表示 公所会持续站在关怀立场 透过回馈问卷来了解新住民的需求 如果有面临生活上的困难 市公所时劳客就会提供最适切的相关协助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